今天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老师那明天呢 明天我们还有明天的计划 明天我们还有明天的计划 很多时候就过了这村没这店 很多时候就过了这村没这店 就本来我真的没觉得有什么难过的 然后后来就你一说就是 就是我之后没有戏份了 就可能就是有经典的就这一个 然后就觉得就有点那个什么 其实我觉得挺对不起的 我不是我许我没有怪你 就是我只是像我爸妈的 在电视上看到我在这个完整的 就算是个很少影片里面 就能看到我有这个表现 就能看到我能怎么样 很烦 高梅文你不想家吗 好 家就是我的家 我现在好想念我妈 爸 我叫猫 我叫你妈妈吃了饭 对不起 对不起 阿姨 我当过了你家闺女的这个 这个拍摄 快点 快帮我自拍 让我们男的有服装 你这样的角度我太丑了 我去你 应该剃胡子啊 宝宝 有点胡子才叫男的好吗 不是 眉毛也该削 哪个角度我 哪个角度我 你能快点考回来 你能快点考回这个学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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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和他们一样 宁川之行也是大部分同学 第一次接触影视拍摄 这样的经历 新鲜 却也充满挑战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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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